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聪 昨天呢 我只上一个视频吧 因为我昨天出门回来呢 回到家很累很累了 真的是直接倒床睡觉了 所以没有时间做了 OK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谈的课题呢 是呢 我今天午餐的时候呢 我在古来的那个北京楼那边 然后吃着饭的时候呢 突然间有一个uncle 是我的粉丝来的 前来向我打招呼 他就跟我讨论一个东西罢了 就是说呢 他有追我视频了 然后呢 他就想跟我讨论一下呢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了 是讲那些 新加坡客来马来西亚打油 然后摇车 摇几下呢 油就可以打多一点了 他就跟我争论这个东西 因为那时候呢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的结论是呢 是不会增加 可以打的油的 然后 这位uncle 他说他支持完我所有论点 但是这一个呢 他有一点不认同 他说呢 他曾经做过试验 那辆车呢 他就是这样推推推了一下呢 他还可以打多20块的油 我就跟他讲 哇uncle 我的车啊 空啊 打满缸啊 才90块罢了 你这样摇摇摇 可以打多20块的油很厉害一下 ok 然后我就有跟他讨论一下 这一个课题了 ok 当然我们都是纯吹水式的谈啊 没有很深入的谈啊 我有跟他讲一些我个人的论点啊 ok 然后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论点是什么 ok 其实呢 我之前做这个视频了 不是我自己讲自己爽不了 哈 我是看过专家讲的东西的 大家看一下 啊 专家有讲过的 哈 你这样 摇的话 你最多增加1% 而且那1%很可能只是幻觉吧 啊 so 专家是说呢 不应该做这样的东西的 哈 啊 没有省到的 ok 然后我个人是认为呢 啊 你这样摇车呢 你可以打多一点油呢 有两个可能性 啊 第1个可能性就是呢 那个车的 油箱呢 的构造呢 因为他有很多支bike 透去外面嘛 ok 然后当你这样摇啊 那些油啊 可能会从油箱呢 被摇去那些bike里面 在那些bike里面暂时存着 虽然是不多啦 很少吧 但是呢 爽嘛 可以省一毛是一毛嘛 所以第1个理论就是呢 那些油呢 上到去那些bike里面存着 啊 就多一点空间出来的 啊 ok 这个东西呢 是行得通 但是呢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东西成立的话呢 我甘愿不要做 更加危险 你要知道啊 你的车的设计啊 就是油啊 应该要全部在油箱里面的 啊 你那些油啊 如果躲在那些bike里面 你可想而止 对engine 解散 啊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去问一下那些比较懂车的人 啊 去问一下 如果啦 在油箱旁边那些bike呢 全部放着油的话呢 好事还是坏事 你问他们啦 ok so 第1个理论就是 如果那些油是短暂的存在那些bike里面 我觉得是 更加伤车 我宁愿不要做 ok 然后 我现在说第2个理论 就是我今天我跟uncle说的理论 啊 就是为什么摇车可以打多 20块的油 ok 我个人 我用物理的角度来看啊 我是认为啦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呢 当你去摇那个车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 打油的那个口啊 是开着的 当你去摇那个车啊 然后那个 里面的油啊 就好像海浪这样啊 啊 然后呢 它可以接触到空气的表面就变大了 然后它可以蒸发的表面就变大了 啊 所以呢 它会有更多的汽油呢 因为被摇了而被蒸发掉 然后就从那个 打油口那边出来 啊 so 本来它很平静啊 你不去摇它 它是没有这么多油蒸发的 啊 它就是表面那一层蒸发吧 但是因为你去摇它 它变成海浪这样啊 它就 更多蒸发 啊 然后呢 你以为你可以打更多油进去 其实是一个错觉 啊 怎样呢 就是你刚刚才打进去的油又蒸发掉了 其实是你在浪费钱 你在浪费油 啊 本来 没有这样多油会被蒸发掉了 但就是因为你摇 你刚刚打进去又蒸发掉了 啊 大家不信的话 你看一下 你把那个汽油淋在外面 地上一下 你看一下 你可以倒数 19 8 7 6 5 4 3 等它 看它蒸发到一地不剩 油的蒸发的速度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啊 所以我就跟uncle解释 我认为的 从物理的角度解释 我认为这个比较可能 因为 你增加了它蒸发的 那个表面面积 结果它蒸发到更快 你刚刚才打进去又蒸发掉 你在浪费住 你刚刚才打进去的油 啊 我觉得这个 比较合理 为什么你可以打到20块的油 啊 So 好了 我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 啊 一起探讨一下 这一个课题啦 我只是 讲出来 我个人的看法 罢了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